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playwrite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laywrite 我上期给您讲过 它是一个自动化的web测试框架 它来自于微软公司 上一期我给您介绍的是node.js的版本 今天给您介绍python的版本 python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编程语言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和上期一样 网页自动化测试框架playwrite 今天是forpython 好不好 python 没问题吧 哎呀 python最近是试不编了 这都写错了是吧 python3吧 好不好 今天咱们用python3 然后呢 你用python3就可以接着去抢票了啊 该怎么做 是这样 我今天的课件呢 还会放到我的小马部落的会员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加入一下我的会员吧 好 那咱们开始啊 首先看一下官网 官网呢 我已经给您打开 上一期呢 咱们直接操作的是node.js 今天咱们大家看我的鼠标 这个位置 有个python 对吧 咱们点击进入 哎 今天呢 给您操作一下python该怎么做 但是不要按照它的手顺 不要按照它的顺序做啊 手顺是日语啊 不要按照它的顺序做 因为它的按照它的顺序做的话 它会把这些包给您装在python的全局区 这个是咱们不希望的 今天呢 我会带您建一个子工程 咱们呢 一起来做哦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啊 控制台 就这个控制台 我已经给您准备好啊 那咱们马上开始做啊 怎么做 咱们大家看 首先python3-m 用venv这个命令 或说这个模块 创建一个虚拟环境 叫做myapp 咱们马上开始啊 go python我以前是经常用啊 最近好像我用的这个 nodejs比较多啊 好 进入这个目录 然后咱们用source斜线active 进行初始化 进入这个虚拟化的环境 好不好 python过两天 我也要给大家再准备点python的课程啊 大家不要着急 我今后这个pythongo nodejs是我的主攻方向 然后其次就是java啊 好 咱们看一下 咱们在虚拟环境当中 默认安装了两个包 peep set up 但是这两包的版本比较旧 对吧 咱们需要更新这两个包 怎么更新 用下方这个命令进行更新 下方这两个命令 虽然能更新 但是它更新的 仅仅是您虚拟环境 您本地的内容 它不管啊 好 这也是对的 因为我只想操作我的虚拟环境 我也只想对我的虚拟环境负责 对吧 OK 这就是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环境是封闭的 这是非常好的机制啊 好 咱们接下来再升级一下set up 我没拷贝过来吗 从来 咱们再升级一下set up OK 升级完成之后 咱们就开始 首先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命令 咱们安装一下play write 开始啊 1.8的版本 清下屏 但是大家注意看 我在安装之前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是A1 对吧 咱们看一下它的官网 它官网地儿也是A1 是这样啊 我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A1呢 是有点小bug 什么地方的bug 就是说在咱们录制操作网页脚本的时候 会有一些个内容呢 会会 它会生成一些个source呢 不能够应用 这个呢 它今后呢 会改善 这个不是说这个 这个play write的框架的问题 也不是python的问题 是它现在这个python库 有一点小bug 请大家谅解啊 当然我替微软谅解啊 好 咱们开始啊 咱们安装完之后 咱们继续安装啊 猝食化这个模块 是这样 它会在咱们本地安装下这个虚拟机 同时安装三个浏览器的核心 chrome webkit fireforce 对不对 OK 咱们环境现在已经初始化成功 咱们打p police的看一下 OK 都在这个地方 是吧 那么咱们就可以做了 该怎么做 清评 咱们首先编一个python的文件 manpy 对吧 咱们看看啊 首先input这个包 没说的 然后咱们建一个函数 在这函数里面 咱们大家看 webkit运行一个浏览器的核心 我用的是webkit 您可以用clomb 什么都可以啊 下面这行呢 是 上面这行是无头模式 下面这行呢 把无头模式成falt 变成有头模式 这是呢 暂缓100毫秒运行 然后这是开一个new page 访问一个网站 然后拍一个屏幕 拍一张 给这个网页拍一张照片 然后退出 代码非常的简单 是不是比这note.js 稍微简单一点 是吧 行啊 无所谓 python有python的优点 note.js有node.js优点 包括go也有go的优点 这个 所有语言我都喜欢 好 拷贝 然后存盘退出 马上运行 我本地并没有任何的 大家请看 我没有任何的照片文件 对吧 那么咱们拍一张 怎么拍 python空格 咱们先杠V吧 对 杠V 看什么 看一下我现在用了python的版本号 好不好 接下来 python们 一挥撤 正在执行 成功 在srs 大家请看 我这多一张pyout 这种图片 对吧 咱们openpyout 看一下 注意看 跟咱们上期拍的内容 是完全的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对不对 OK 把它关掉 python可以帮他们完成 同时 定制viewport 也是没有问题 浏览器的大小 咱们默认了 这张浏览器 大家请看 这多少成多少 我也不知道 1280 是吧 咱们不管 咱们在实际 做咱们web测试的时候 或说抢票的时候 咱们应该定制一下 咱们浏览器 开多大的窗口 然后再去访问 对吧 咱们开的窗口的大小 导致咱们操作页面时 按钮的位置是不同的 对吧 所以说 咱们通过下面的代码 咱们定制一下窗口的大小 我呢 大家请看 定义成是宽 750 高 1334 这是iPhone8的size 好 咱们拷贝 试一下 然后咱们清一下屏 编一个python 咱们就叫做man1python 行吗 ok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好 咱们再运行一下 pythonman1 好吧 go 大家请看 这个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 咱们既拍了一张图片 同时 我这个地方用的是 有头浏览器的模式 咱们刚才用的是 无头浏览器 对不对 现在咱们用有头了 所以说 您一瞬间 是看到了 咱们浏览器的样子 对不对 ok 那咱们接下来 再做什么 上一期 我给您演示了 如何录制一段 网站操作脚本 今天 咱们用python的方式 咱们再录制一段 好不好 但是 我刚才跟你说过 目前咱们用的是 1.8.0 然后是alpha版 所以说 它可能存在一些小bug 不过没关系 今后 它一定会修复 好不好 然后操作 哪个网站 就是这个网站 我给您简单 先访问一下 这个是我的一个 自己做的一个 用voe做的一个代码生成工具 对吧 这是一个生成的工具 没问题吧 ok 咱们就用咱们的python的脚本 操作一下它 该怎么做 咱们实验一下 用python的代码生成工具 注意看 试一试 我先清评 好 go 它会启动浏览器 没问题 对吧 我上期一样 先点击关于 然后再点击回来 然后点击代码模板 然后选择一个模板 然后没有问题 选择生成 然后再生成区点击 目前咱们的操作和上期是完全的一样 大家想看 后台给咱们生成了python的代码 也没有问题 对吧 其实这个代码运行起来是报错的 咱们实验一下 因为我当时在准备课件的时候 是报错 希望它现在能够有所改善 试试 把代码拷贝过来 您也可以录制一段 您自己的脚本 访问您自己的网站 都是可以的 或者说访问您公司的网站 都是没有问题 我先清一下评 nanoman2.python 行不行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好 试一下 然后敲python man2 注意看 我当时运行是不是报错的 咱们看看现在报不报错 现在好像可以了 但还是一样 OK 还是一样 和我想象一样 大家看看 在选择我的空谱boss的时候 的时候 它报了一个错误 它说没有这个属性 这个其实是它代码生成工具的问题 它以后一定会修复 我就不修复 我干什么 我把这代码屏蔽起来 咱们下面代码 咱们就不要了 行不行 应该是这个地方出的错 咱们下面代码就不要了 到这 直接关闭浏览器就完了 对吧 然后咱们的操作 还是一瞬间完成 所以说 这个地方 咱们需要一个延迟API 能看一下 咱们这段脚本 都操作些什么内容 对吧 我给您暂停连秒钟 好不好 咱们拷贝一下 代码 在这拷贝一个 咱往上走吧 从上面拷贝 一上来开浏览器 不用拷贝 然后这进入这个网址 拷贝一下 然后点击关于拷贝一下 就是右上角 然后点击主页拷贝一下 然后点击进入我的详细的 功能页面 然后就不拷贝了 然后退出 OK 这个代码应该是可以运行了 咱们清评再实验一下 Go 我看看 稍等 Python就是这点比较烦人 什么烦人 就是说 它这个必须得把它对齐 是吧 上期我给你演示 弄到GS的时候 是不用的 没有办法 这是Python的特性 这Python特性 我也很喜欢 OK 没有问题 存盘退出 咱们再实验一下 清空 好 再试试 Go 把海流感器 点击右上角的关于 等两秒钟 然后等两秒钟 回来再点击主页 没有问题 再点击代码 模板 也没有问题 但是选择刚才那空物boss的时候 以它生成代码的报错了 那没关系 它生成的代码报错 不代表API不能用 对不对 这个Python报 现在还是处于alpha阶段 今后 我认为它一定会完善好 大家不用担心 并不是play right的错 好不好 只是现在的代码 还没有开发完成而已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介绍的 play right的自动化 web测试框架的 Python版本 希望对您的学习 有所帮助 今天的课件 我都会放到我的小马部落 技术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一下吧 OK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